台北市的监视器的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变成了弊案了吗 我们看到前后任的市长 正在互相攻击 最新的进度是蒋万安 已经解除了柯市府的警局专约 讲的专约 大概是传输的费率的专约 蒋市府七度溢价降百元 讲的是三妹的这个传输费 柯文哲拿到了价钱是2200 蒋市府拿到了价钱是2100 所以降价100元 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母约 必须讲是更上一任的市政府 也就是郝龙斌在的时候的 2012年那时候签的约 签了25年的BOT案 那个是母约 这个我们看到呢 这个李四川几天前曾经出来讲说 你柯文哲如果觉得这个母约有问题 已经不合时宜了 因为当年的时空背景 当年的科技并没有这么发达 那不合时空背景 你应该要把这个约给停止啊 柯文哲呛李四川说 如果那么容易 我早就做了 怎么会轮到你呢 我们来看看 觉得我需要去博什么声量吗 不需要嘛 我不是干那种事的人 被酸友声量焦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呛回去 台市光案台北市长蒋万恩说 要解除106年定的紫约 柯文哲批评划错重点 106年根本就没有3M的汇率 我还是希望台北市政府就诚实面对 真的要解决的是那个 好龙斌签的那个主契约 因为他要求说台北市政府的 各机关如果要使用光线网络 他有优先权 前市府发言人陈志涵也秀出当年议约内容 确实没有现在的3M费率 但北市政府反击 有争议的费率就是来自当年 柯文哲签的紫约 而且当时一签就是从106到125年 专业合约的话会依照所谓的公版价格TGSA 是比这个专业合约所溢出来的价格 要便宜非常多的 北市府直指一点重重 蓝议员游淑惠也质疑 警局监视器200万画素 用2M传输影片 影像一形换位 迫使讲市府得全升级到3M 而且3M费率2200到底怎么算 也没看到任何溢价资料 每个巷子口 一天没有几个人走过去 一定要用3M传输梳理 这就不合理了 这些资料在市府 所有的资讯局的档案里面 都非常的完整 你至少也能够去说明一下 当初的溢价过程 厂商报了2200 然后市府就直接照案通过呢 前后任市府纠结台志光案 一个多星期 双方人在各自的平行时空里 真相无法越辨越明 好这个案子其实历尽三任的市府 包括郝龙斌 包括柯文哲 包括您看到现在的蒋万案 因为他时间拉很长 不过大家要把时间调回到2012年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要上网的费用 没有像现在这么低 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市府 是希望能够找业者来做BOT案 所谓BOT案就是政府零出资 由业者去拉光纤 据说台志光他独家拿到了所谓的合约 他花了400亿 我听到的数字是400亿去铺设光纤 他要赚什么 他赚的就是传输费 现在看起来传输费发生了争议 来请教伟翰 其实这题非常复杂 在我的朋友圈当中 蓝白的各自拥护者 激烈对战 我看了头都晕了 但是我是觉得 大家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就是说 不要只有看到对方没做到的 也要看到对方做了什么 就像一开始去签这个台志光 去拉线的时候 因为他的建构成本 是由台志光自己负责的 所以你就说 好龙斌独立他 他做的事情绝对是怎么样 也不完全是吧 当时如果没有这一家 其他人愿意去拉那个光纤 做那个CCTV 然后通到警察局去 就起那个建构成本你要算进来 不要只有算费率 不要只有穿前25年 第二个2M3M 就是这件事情 主要炒起来的原因 到底2M可不可以 3M可不可以 3M的话200万画素 2M能跑得动吗 看起来是可以 但是也出现了 有一些画面模糊的情况 但后续他可以 继续把讯号跑完以后 最后他是会清楚的 所以柯文哲认为说 我不用多花 台北市1400多次的CCTV 以当时来讲的话 大概有1000支是2M 有400多支是3M 如果你把他全部都换过去的话 他一年要多8600万 10年就8.6亿 柯文哲觉得这样是不对 但现在到了已经讲市府的时候 对 你觉得不对 那你怎么不动 你在当市长的时候 为什么不解约 他说约也不是母约 是在好龙兵 所以就三个市长一拉出来 他就砍巴掌 大家吵来吵去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你都不要认为说 里面有人在做监犯科 有错的该收押的收押 如果你今天真的 受了厂商的好处 然后还做了不对的事情的话 应该去处理 但是不要把好龙兵 柯文哲跟贾万 三个市长都当成是坏人 我觉得这事情 把它理清楚了就好了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点 进到政治的攻防了 不是来把这事情解决谈好 而是说都是你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这个非黑即白 我觉得三任市府都有错 然后每一任市府的幕僚 都讲 都是拿自己 这个有利的部分拿出来讲 都只讲片面的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么复杂 不过现在的事实是什么 有市议员被收押 检调已经介入调查了 我们希望公正的第三方 赶快把这整个事情 统统给调查清楚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来看到说当年的母约 其实我理解 黄龙斌市长在那个时候 他一定是想要全面铺设 维持治安 让这个网路可以好好的营运 所以他当时签的那个约 但是那个约 因为柯文哲前市长 他一直讲说是怪案的地方在于说 他里面其中第8点6条 他讲到是要优先租用台智光 当时的时空背景 的确我们刚刚提到拿出来 如果他的合约里面要讲 你是要跟当期的行政院 政府寄网路服务费价格的95% 而且你要比他低 才有办法 他是拿行政院 就是中华电信那个时候的费率 来做比较 简单来说是这样 其实我们去调出来 其实105年 当时的费率其实 2M的话是3000块 4M的话是6000块 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 真的在网路当时还没那么 很稀缺 对 他其实费用是比较高 而且当时台智光所提出来的费率 还真的相对较低 在这样子的合约基础之上 我们真的也只能跟台智光 包含警察局 包含教育局 包含各个机关 只要使用到网路 在这样子的架构之下 他都必须要跟台智光签约 所以才会有昨天民进场跳出来说 哎呀 怎么会有47个子约 都在这个时间点 柯文哲任内 以及蒋世福任内都有在签 没办法 因为母约这样签 柯文哲主席一直在讲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其实在过程中 他认为有怪案 但他怎么做呢 他希望是 是不是能够炒解约 他有去谈 谈的过程中 他也去找了很多公司 找了很多顾问来提 第一个 能不能不要优先租用台智光 能不能 不行 因为母约就是写在那 自爱难行 第二个 能不能真的就跟他解除母约 不行 因为除非有经营不善 重大为失 影响公共安全 服务品质 或是影响 严重影响 如果厂商行贿 或者是厂商有意图 用各种不当利益 导致他拿到采购案的话 其实就可以跟他提出解约 所以他的字面上 倒不是说一定要判刑 或是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事实 其实市政府都可以主张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始 很简单的来告诉大家 主席为什么柯文哲这么的动怒 他是希望说 我当时其实用尽各种方式 我真的找不到 可以跟他解约的办法 所以我就提醒下任的市府 要注意这件事 那我相信贾安市府现在 只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他其实是可以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能不能就直接跟他们去解约 因为现在状况不一样 真的有人被收押了 本来是像前子刚刚讲的 每一任市长都想把事情做好 可是出事情的时候 你就想到政治 你想不被火烧到 所以就推责任 那你这一推 当然讲完安就一定跟你说的 你2000年怎么签 2000年是你的手签 100年6年签 你怎么有说的 那不是说因为今天出了被收押 你就可以解约 我跟你说 厂商可以仲裁 对不对 我台南市我地下街告了 市长都被起诉了 对不对 他不去解约 你怎么解约 所有工程 我告诉你 够了够了 你后边你背的又够了 所以这个问题你变成说 发生了 柯P你说 陈昌文是肉账头而已 我早就知道 不要说这个话 你在你的手你怎么没去处理 八年内 如果你知道 我明知道有问题做监犯哥勾串 官商勾结结果 我都不够了拨拨你看 我就知道他肉账头而已 来 宏禄委员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事情 你说复杂也不复杂 说单纯又好像没有很单纯 不过我看到的一个就是 就像谢龙介委员说的 你市长是要解决问题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都是在推卸他的责任而已 没有人说当初我怎样 怎样有去做 没有人有过作为去处理过 尤其你说蒋市长 你一个你从4.6亿到5.5亿 这一点你怎么说得通 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了 你柯文哲市长 你要提出你的一些所有证据 其实我觉得没有让人家觉得说 一枪毙命 我当初就是要怎么做 结果我因为什么压力没有做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我觉得每个都在推责任 没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佬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我觉得红禄讲得对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因为复杂是横跨三任市长 本来是25年的约 柯辟本人就占了8年 现在蒋万安是后面这一段 还不到尾巴 郝龙斌开始的 他就给了25年 但是这个钱的多少 好像跟他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简单是什么 就是钱 就是当时的时空环境 当时的约怎么写 我觉得专家大家一起来 大家凭良心好好厘清 一个晚上真相就出来了 我觉得柯文哲 自从陈聪文案发以后 柯文哲心虚的心虚 因为我刚刚你刚讲了 你们也补充了 就是说可能你讲了说 可能三个都没有错 我告诉你没有错 但是显然三个人 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 可能三个都是无能 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不是 你八年里头 现在现在你又讲说 老早知道这个有问题 这个蓝的绿的一起要挖 政府的资源 八年 你这种话都敢讲 那不是无能吗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台北平常讲 这五六十年来 没有出过一个能干的市场 你看别的国家 那个首都的建设了不起 我们台湾台北就是泼泼烂烂的 因为都是无能的市场 好 这个监视器是要干嘛的 一万七千支监视器 遍布在台北街头 要监视的是你跟我 这是这个案子的最基本的 是这个案子的配合 所以我认为了 特别人 没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